前美國情報部門合約僱員 目前在逃避美國通緝的斯洛登 在獲得俄羅斯政治庇護身份後 已經離開莫斯科謝列梅杰秀機場 津巴博衛總理慈文吉拉伊 他接受在星期三公布的大政結果 他指控總統穆加貝,操控選舉和恐嚇選民 美國和北約在巴基斯坦境內發動多次空襲之後 美國國務卿克里同意 與巴基斯坦重新建立全面夥伴關係 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說 在聯合國決定派院調查員 調查是否有使用過化學武器後 政府軍向杜馬斯發動空襲 一段錄影顯示 火車司機在行駛時沒有集中精神工作之後 阿根廷當局採取行動取代有關行為 超級足球明星朗拿道 為美國職棒洛杉磯到期隊主持開球儀式 為美國職棒洛杉磯到期隊主持開球儀式 職棒洛杉磯到期隊主持開球儀式 高晉磯到期待 旅行的